我们都知道 每当听到音乐时 人的身体就会做出反应 也许只是一只脚在随着节奏摆动 或者手指会不自觉地敲击 有时音乐会让整个身体都随之而动 同时大脑也会做出反应 我们会因为听到不同风格的音乐 和自身聆听的喜好而变得更加活跃或放松 情绪也会随之而生 当我们谈论体态力动学 或是音乐与动作这个专业时 它涉及到的正好就是这些现象或相似的状况 在谈到当今的体态力动学之前 我们首先来通过一个简短的历史概述了解一下它 首先是一位瑞士的作曲家和音乐家 Emile Jacques Dacouz 1900年 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将音乐和动作之间的联系 运用到学习过程中 他的目标是让日内瓦音乐学院的学生 通过身体动作对音乐获得基础的体会和理解 当时他称他的教学法为律动体操 因为对于他来说 节奏是将音乐和动作 身体和心灵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要素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场革新的开端 并也受到了其他艺术工作者的重视 同时间段其他领域的几位关键人物 比如舞蹈领域的Rudolf von Laban和Mary Vickman 音乐教育领域的Kyle Orff 和戏剧领域的Max Reinhardt 都受到来自他很大的影响 1911年到1914年 德雷斯顿附近的海内劳学校的 国际和跨学科交流达到巅峰 其中最重要的是专门为此目的建造的节日剧院 在这里建筑、音乐、戏剧、舞蹈和灯光装置 融合在音乐与体态律动教育学院中 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艺术概念 通过海内劳这种聚集的强大影响力 体态律动不断传播到其他欧洲地区 通过Leo Kissenberg发起的音乐教育改革 使其在德国音乐学院、大学和其他的教育和艺术类院校得到发展 音乐与动作的结合不仅仅可以触发艺术创作过程 学习过程也伴随左右 从这个意义上 首先是达尔克罗兹的学生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工作领域 进而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更加广泛的教学方法 尤其是在欧洲的德语区 Mimi Scheiblauer在特殊教育领域塑造了今天的体态律动学的形态 同样Laure Jacobs在运动训练方面 Alfred Foyer在普通教育领域 以及Charlotte Pfeffer在精神运动技能方面也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体态律动课程通常以小组课的方式进行 期间会通过对音乐、动作、语言和材料的运用展开教学任务 其中的重要部分就是通过他们进行即兴创作 比如通过将音乐段落转为肢体动作和语言 或是反过来 在不同的任务设置中 通过灵活有力地使用空间、时间、力量和形状这四个参数 来达到创造和设计音乐、动作和语言的目的 不同的教学目标也伴随其后 例如音乐和运动机能的发展 感官知觉的训练 个人和创造性表达的发展 社会能力的提升 各类艺术学科中的审美教育 以及通过各种各样的感官渠道和各种形式的表达 使机性和交流能力得以发展 以具这些目标 体态律动学可以被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目标群体中 例如 音乐创造性工作可以应用于预防老年性跌倒 或者痴呆症患者 此外 可以应用于支持幼儿园适龄儿童每个特定年龄段的学习过程 还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在青少年舞蹈、音乐和戏剧校目中 在学校里 体态律动被用于促进第一语言 当然也被运用于在外语教学中 这些概念也可以通过音乐、动作和语言相结合的任务 应用在专业课中 最后 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各类学校教师职业的相关专业 以及教育和社会工作领域专业中 体态律动都是其中的一个科目 凭借其多样性 体态律动可以帮助发展个人专业个性 其广泛而多样的任务构想 有助提高他们的教学方法等能力 今天这个学科也是艺术专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在戏剧方面 或是其他专业中的基础音乐训练 或者身体训练方面 体态律动者发展了表演技能 他们的舞台作品结合了音乐、动作和语言 融合了不同的艺术分支 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数年发展 走出了自己的职业道路 他们灵活地运用了专业知识 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比如在音乐治疗、原本性音乐教育 普通小学教育师范 或不同类型的学校中的音乐教育专业 还有音乐厅和文化教育机构的音乐传授 社会性工作、舞蹈编排领域 舞蹈以及身体意识和动作技巧等方面 音乐和动作的联系 以及与其相关的身体和个人表达的高度结合 作为一种原则 使其多样化的运用成为可能 至今依然非常重要 不惊及打之间φο沙发 小时应对我们应该进行ätze 一部份合作找部 公路快乐 整감이很重要 大家可以加了 计划 worthwhile